这是啥时候玩 我说又给你来 我说高先生这啥时候 这可能是诅咒 我说高先生咋不说呀 你跟他说 高先生我知不知道 我应你咋说呀 三块大人 那么大片呢 那其实在那个出名了以后 我听说你们还拍了广告 都是做广告 是不是 拍广告的是 你拍过一个广告 拍两个广告 你别谦虚啊 再说别杀了 有一个广告是给台湾拍的 在咱们这边美国 在台湾拍广告吧 原来吧 我认为这个 它是好像是只有明星 还有这个长相比较漂亮的年轻人 才有这个条件去拍这个广告 我想都没敢想过 这个拍广告去 没想到我自己也去亲神体验了这个事 所以说心情非常高兴 但是有一个吧 都是小小的查局上 就是刚开始 我们到那以后 就是说我们几个人 就是盯着这是第二个广告 回来呀 到那之后 我们听惯了老师的这个训练商 到那都是好像是 也不知道人家那个导演 说的是啥 自己吧 都讲说 哎呀都听着吧 都愣了 都说人家是从大往小寒 他说五 四 三 二 一 这个都开始了 我们的他俩在这儿扔着呢 因为呀我们老师 平时系列我们都是 五六七八 这个都开始 一二 五六七八 所以我们那傻的 老师这位 那导演一听我们也 一看我们也不动也不动 都在这儿看着他 所以我们老师一看上 我们老师都赶紧喊 五六七八 所以我们都开始抖东西来了 都对人家导演直乐 导演都说 看来我这招是不灵啊 我看出这个网告 正好他有事没有到台湾去 我们到台湾去了 是吧 播了哈 24小时滚动着播放 哇 滚动着播放 而且呢 他不像现在长得这样 他那个画那个广告 跟咱们过去的电影 马来灯似的 马来划 马来划 没跟猫似的 这个拍广告也是一次 新鲜的经历嘛 是不是 原来没拍过 对 拍新鲜的还得钱呢 那拍广告得多少钱呢 那这是隐私 隐私隐私隐私 隐私隐私 是吗 他们都不说 他们都不说 老师姐做了很多的广告 他们都做了很多广告 他们的 我问得多少钱呢 范老师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你们猜一下 就像这个 大姐他们要拍广告 应该拿多少钱 团队的形式出现 反正50万应该有吧 50万 您这鼓掌是怎么我说少了 说多了 你说的太多了 说多了 真的 那往下再减一点 40万 我说的是在没有 他们没被人骗的情况下 50万 哦真的 那这个让明白局局长说呗 实话就说 我们几个才得 一个人得5000 这